警察竟然利用职务之便偷偷查阅艺人的个人资料 新美市三重分局一名理性园警 前年9月趁职夜班四下无人的时候 盗用另外一名小队长的账号 在一小时内艺人窦花妹阿布玛丽亚 多达22名艺人还有网红的个资全被她看光光 情状署发现不对劲展开追查 而现在这名园警因为违反搜集个资也被检方起诉 大大的眼睛 清新的气质 男女生窦花妹竟然不知不觉成了被害人 犯案的还是个警察 前年9月三重分局理性远警 趁着职夜班的时候 用警政系统倒查菜黄乳窦花妹 艺人阿布玛丽亚的身份证字号 背景看有没有黑底坐牢记录 甚至还可以查到车籍资料 一个小时之内查了22名艺人跟网红 警政署震怒追查 不包庇 不避重 不护短 态度及时查办 理性远警不只倒查个资 连登入警政系统的账号密码 都盗用另外一名陈晓队长的 陈晓队长气坏了 但还是因为督导不周被牵连记申戒三次 理性远警记过两次 陈晓队长怒告理性远警 妨害电脑使用 检方也另外追究违法搜集个资起诉 原本最重的法定刑是5年 那加重之后最重就有可能被判到7年半的有期突刑 宅男女神窦花妹的个子整个被翻出来起底 就算只有远警自己看看而已也不行 公务人员执法犯法最佳一等 记者李温茨 周宗林 新北市报道